现在ACV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首选 而汽车开发商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 所以开发商也是相继推出了ACV车型 甚至连豪车也毫不例外 这些ACV车辆最主要是在城市形势 而且它也搭载了有四驱系统 四驱系统并不是万能的 当车用一些很不好的路段 比如沼泽地这类的就会打滑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把拖棍的插速所 但是由于搭载插速所的预野车 价钱方面比较昂贵 所以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款ACV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款 在20万左右带有差速所的ACV车型 首先要说的就是50MUX 这款车的外表看着非常粗犷 给人感觉比较刻板 没有那种轻生活力 对喜欢漂亮外观的车主来说 这款的确不是手小的汽车 它的内饰也是普通内饰 并没有特别抢眼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人对它的吐槽比较多 不过新款MUX在动力方面 进行了大的改变 采用的是1.9T的发动机 在行驶过程中还是比较舒适的 第二款是闪涂搭 这款车型的外观很健壮 造型方面看着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在用量方面稍微差了一点 用爽触摸的话会有明显的感觉 而它在一些些小方面还是比较注重的 这也让消费者比较满意 第三款就是哈佛H9 这款车的外观看起来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满足人们对ACV的要求 打开车门可以看到车的空间比较大 而且坐着也很舒服 这款车也是卖的比较火的一款车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那就是它的油耗比较大 这几款车都带有差速所 差速所可以让车辆在不好的路况上面 照样行驶 别说是近藏 但是想进沙漠也没有什么问题